张碧晨 胡彦斌 来 我们今天有多复杂这首歌 应该是有什么复杂 不一定了 这首歌真的是从第二期开始 一直等到憋到今天 这首歌应该是在天字到现在为止选取 最冷门的一首歌吧 最冷 我觉得你拿到这首歌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啊 就是它是我平时会听的那样的歌 真的 真的 你平时会听这么重的歌 会 酷 他说他很喜欢这首歌 一直想找个人唱 但是一直没唱上 然后就听了一下 我说我OK 这首歌觉得更多的去想放在声音上 包括我们在声音的这种呐喊和穿透上 这首歌我觉得只有张碧晨敢跟我唱吧 就是一个深圳的歌 就是一个深圳的歌 就一个深圳的歌 就是一个深圳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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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有点高有几个音 就是要使字要使很大的字 它在一个不太好发力的一个音区上 对 如果我们不去唱的话 就会改变这首歌的旋律 我觉得原来的这个曲子 就非常的有力量 就一个音都不想改 你在哪里呀 你在哪里呀 没有一种语言超越 没有任何画卷描写 没有完全思绪 正在你追逐的海 寻找了一年又一年 哭过了一遍又一遍 相信了一天又一天 你终会出现 你在哪里呀 你在哪里呀 狂风暴雨划过我的脸 翻山越岭我不知疲倦 你在哪里呀 你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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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想画乌云为晴天 我想在黑夜刮星点 我想把世界都走遍 为一句誓言 你说未来还很遥远 生活够且眼前 放开手 放开手的那一天 告别少年 狂风暴雨划过我的脸 狂风暴雨划过我的脸 翻山越岭 你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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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含 我偷戀 光光我的脸 就像愿意我不知一切 不知一切 在哪里 那一场场地球 在哪里 可你在哪里 你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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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胡彦斌 送给张碧晨 这首歌它很妙 它这个乐队叫万象 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乐队 其实它这首歌点击量啊什么 应该没有太多人 我听到这首歌 我就被这首歌当中的就是 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 它就这句词然后打动了我 我觉得它那个你啊 它可能是讲的是未来的自己 也可能是你所相信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可能人生的路上 我们有时候 一直会问自己我是谁 它就是因为那个未知 因为那个不确定 相信它往前冲的那一刻 我觉得这个力量是感动的 听到杨文老师开口的时候 除了血脉喷脏的那个爽感之外 更多到最后的时候是陷入 最一开始的回忆的那个感觉 就是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 就在写歌的那个途中 然后觉得总有一天 有人会看得懂这些文字的那种感觉 我很清楚也很明白 所以我碰到旁边这两位 第一个读懂的两个人 那种感觉的确是很开心的 谢谢两位老师 这么精彩的唱功跟演出 真的谢谢 我听这首歌的感觉 我就会突然想到很多年前的自己 特别是刚刚开始当歌手的那几年 我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缺乏信任 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 在那个时候自己还会问 我想要的那个状态它在哪儿 我想要做成的一件事情它在哪儿 后来慢慢地不提问了 以前是先想后做 后来是先做再想 但依然没有答案 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 所以这首歌真的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我觉得这个歌在讲的这个东西就是 信念的力量和等待的温暖吧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每一个舞台 相信我的伙伴 我们能完成一个很好的舞台 然后离开舞台 我们也要相信 我们有能力很好的生活 冰冰冰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咱俩严肃讨论 你是想让大家听着难受吗 这首歌 难受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种非常强的压迫感 不让人在听歌的过程中感觉到舒服 这是你想做的事情吗 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听感是不舒服的 是有很强的压迫感的 这种完全用生理的方式去拼的东西就很玩命 你说的好听吗 我觉得不好听 我会甚至怀疑在天赐这样的舞台上 这样一个表演成立不成立 我不能说压迫 你可以换个词 就是我觉得我在表演这首歌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狂风暴雨划过我的脸 嗯 我觉得这个态度要有 其实毕成也知道 我们刚刚在台下聊天的时候 我们两个一直在讲 哇 这首歌太难唱了 所以我觉得 老师们刚刚讲的那个不舒适感 大部分应该是来自于那个非常高的高音 其实你只要听在第二段的副歌 然后只有那个一个地方 保留着六级的更音不变 然后吉他是半音的 等到 等到 等到到 狂风暴雨划过我的脸 分散缘于我不止的屁肩 那个其实就是给你有压迫的那个力量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我讲就是没意义了 因为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要听 它其实还是要有画笔的起伏嘛 才能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明明我要实话实说 我觉得这不舒服是没有问题的 音乐有些时候是不需要让人舒服的 我自己会觉得很艺术 但是也让我去怀疑 是不是大家每个人都能接受它 我觉得这是在天赐舞台上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尝试 我觉得有的时候 压迫和震撼不是一回事 但是我也觉得有的时候 压迫和震撼也是相同的 选择这样一首 可能单纯的对于大众来说 听感上就不是一首 那么容易进入的作品 它本身就脱离了我们常规的 所认定的那种好听和舒服 但是这样的听感 绝对是值得我们反复去回味 去咀嚼的 今天这首作品在我看来 是非常非常富有挑战性的演唱的呈现 毫无疑问 我可以说是更加高级的 是可以更加能引发我们更多深入思考的 我唱这首歌其实也没有为了要突破 或者也没有说为了我要 要干嘛在这个舞台上 或者是证明什么也没有 其实就单纯的就是 因为这首歌我超级喜欢 我觉得它有难度也好 干嘛也好 它阻挡不了 我喜欢它 想要去演唱它的这个内心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哎 特别同意 好的谢谢 我們再次把掌聲送給霍言斌 送給江碧晨